美国司法部推行的零容忍政策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千层浪 近期饱受各界批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昨天开始放软姿态 跟共和党议员开会商讨如何修正移民政策 那他的动作很快啊 短短一天内就签署了行政命令 让前阵子遭遇骨肉分离的移民们终于能够一家团聚 Thank you very much We're signing an executive order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 停止强行拆散未成年非法入境者与他们的父母 尽管如此特朗普重申将会继续实施零容忍政策 We're keeping families together and this will solve that problem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keeping a very powerful border and it continues to be a zero tolerance We have zero tolerance for people that enter our country 然而向来在移民课题上态度和立场都非常强硬的特朗普 为什么会突然让步呢 原来当中的幕后推手是特朗普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不忍心看到移民骨肉分离 因此就尝试要劝说特朗普 Avaca feels very strongly my wife feels very strongly about it I feel very strongly about it I think anybody with a heart would feel very strongly about it We don't like to see family separate 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的同时 马萨诸瑟州有多名的示威者 因为不满零容忍政策 聚集在议会大厦外 手举着写着标语的牌子 高喊口号表达强烈不满 另一边乡 眼前这名身穿黄色上衣的妇女 就是其中一个被迫与儿子骨肉分离的非法移民 来自威迪玛拉的他 已经就此起诉美国政府 而他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能够和儿子重续 我只想要是我的儿子 我只是妈妈 只有他有 至今 我需要他位置 不知道在哪里 谁有 而在零容忍政策上态度强硬 曾经想要当局不会道歉的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 昨天在一家墨西哥餐厅用餐时 遭到在场的民众高喊羞耻 来表达抗议 而尼尔森却全程低头不发抑郁